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羅旺哲 馬上為各位介紹 這也加入了節目來賓 第一位文化大學講座教師 李永明 楊永明 不好意思 沒問題 我是楊永明 大家好 前台北市副市長李永平 大家好 這個都怪我跟楊永明的名字 太像了 中間有個有 有講錯 再來退席少將 李正傑 李將軍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我們來看到 現在這個金門事件 持續延燒當中 那根據我們最新消息 現在是這個一個金門釣客 現在已經可以回家 海訊已經接到人了 那現在陸方的船子 已經順利抵達金門 那無心男子 順利返家跟家人團圓了 家人也特別準備 所謂的主角面線 讓他過個運 那另外一個胡心男子 因為他有軍人的身分 現在仍被扣留當中 那根據中國大陸的國台辦 發言人表示說 這個胡心男子編造所謂的職業資料 有意隱瞞 所以需要進一步的瞭解當中 現在坦白話 局勢非常的緊張 現在包括了解放軍的訓練場 也藏露玄機 現在有眼睛的網友發現 有真實台灣的接警 布警出現在這個當中 我們看到 這個是解放軍的畫面資料 結果出現了像這樣子 舉光跆拳道的道館的感覺 結果真實我們一起去查 發現了 我們真的有這樣的地點 而且地點是哪裡 是在桃園的楊梅楊新路 四段18號的這個地方 也有像這樣子 舉光跆拳道的道館 所以像是不是等於這個玄機裡面 有透露出要打巷戰的可能性 現在我們就一一來檢視 包括了現在 美國是不是想要抽腿的部分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南海局勢 持續在延燒當中 菲律賓34人非法登陸 所謂的這個鐵線交之後 中國兩艘的軍艦 也在南海展開軍演 中國海警局就表示 菲律賓34名人員 在當天無視於中方的警告 跟勸阻非法登上 所謂的鐵線交的活動 中方的海警執法人員 依法登交 而且並且查來做這些處置 另外央視也說說近日 有海軍兩棲的船屋 是登了包括了展開的 多項科目的演練 先後進行的所謂的實彈射擊 還有營救落水人員 還有綜合防禦等科目演習當中 現在大家很關心 是不是巴士海峽的戰略 等於華府是不是要抽手 包括菲律賓的省長就說 他說港口興建案 讓美軍抽腿了 原本3月9號的時候 美軍的人員預計在4月 會到訪來戲談 結果3月22號的時候 菲律賓的省長 凱克就說 美軍不會參加所謂的港口 開發還有興建 那最新的說訪似乎消除了 美中之間在這個區域摩擦的 潛在原因之一 另外小馬可斯就說 菲律賓要維護所謂的南海主權 他是沒有意思要戳中國這隻熊的 說他們沒有要 故意要挑戰的 但是坦白講 小馬可斯受訪的時候 多少也被問到說 美中在南海的衝突 你有多少信心 他說這真是我們想要避免的 看出來菲律賓的態度是比較保留一點 那現在包括大陸學者 也分析所謂南海局勢 他說不會有所謂的代理人戰爭 說的是美國提供菲律賓的支持 但是沒有要下場 也只是利用菲律賓 進行所謂的印太戰略而已 而且也不希望把事情給搞大 那現在美國代理人的事情 不只南海的問題 包括了日本 現在可能也有一些情況所在 因應所謂的台灣有事的情況 現在沖繩要首度部署 所謂的反艦飛彈連 他們將在21號在沖繩 來部署所謂的 地對艦的飛彈連艦隊 甚至距離台灣最近的 在雲納國島上面 要部署所謂的電戰部隊 很多沖繩的民眾就說了 如果接受這個飛彈 不知道日後還會被如何強化 沖繩不應該成為戰爭的工具 看得出來沖繩的民眾 對這件事情是有些反彈 甚至現在餘英機也附飛 沖繩的知識會 駐美美軍的指揮官 當面轟表示遺憾 他們就說說對於這樣的情況 他們會表示遺憾 但是駐沖繩的美軍 他們就說對餘英 在沖繩的安全運作 他們有信心 但是沒有提到所謂的 相關事故原因 是不是保留些什麼 先請教永平姐怎麼看 金門的這個情況 接下來因為這個身分比較敏感 他是有軍人的身分 回來的時間點 現在好像也有所保留當中 對 當然金門 這個軍人由中國大陸方面 宣布說認為他的身分 有所存疑 這個事情詳情如何 我們並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就金門釣客回家 而且海巡也接到人 等於是說在金夏漁船事件 2月14號那個事件 到現在還真相未明的時刻 但是海峽兩邊 都有互相救援人 也有互相把人送回 起碼我覺得可以說明 北京對於人民跟政府的處理 還是把它切割的 譬如說北京對民進黨政府的 台獨傾向跟各種問題 相當的不講磁色 甚至認為說 民進黨 執政黨跟美國 有勾結在一起的嫌疑 把事情越鬧越大 可是對人民的友善的程度 還是他努力想要維持的 就是他維持這個雙向 但是就你如果真的發現說 有一個人的身分有問題 那這件事情到底是 情況是如何 現在人扣在他們那邊 這就好像說現在 兩個死亡大陸漁民的大體 還在金門地檢署一樣 這個問題大家現在心裡 都只能夠揣測 那也必須要等待 但是就整個南海問題 還有代理人戰爭的部分 我倒覺得菲律賓的態度 前居後宮真的很值得玩味 因為大家還記得 小馬可氏總統非常的親美 他在賴清德當選的第一時間 祝賀台灣總統炸鍋 這個大陸飛到生氣 對 很抗議 然後之後不是又有 大陸的海警團跟菲律賓的 船艦對峙 有點擦撞 擦撞對不對 有事故 結果那時候 這個小馬可氏總統怎麼說 他說我們一定要反擊 結果他現在說 我們無意要挑惹 中國這個大雄 我們一定要避免爭端 所以你看起來就知道說 你要真的想在南海搞事 真的也很不容易 美國也不會答應 北京的湖泊 他是北京大學海洋戰略研究中心的主任 他在北京3月22號 由南海戰略態勢感知 這樣的一個論壇 他們所發布的一個 美國在南海行動的報告裡面 他講得很清楚 他說為什麼他們連續6年 發布美國在南海的行動 他卻判斷說 在南海雖然美中態勢好像緊張 美國它的偵察巡航艦 超越1000次 偵察機 飛機超越1000次 大艦艇的部分 有航母通過台海6次 但是他認為不可能發生 代理人戰爭 為何 因為他說南海這邊的 沒有一個國家 幫美國做代理人戰爭會贏 他講得很明白 因為軍力太不對等了 差太多了 也就是說 如果美國不親自介入 他想像烏克蘭這樣 他躲在後面 提供你武器去拚 烏克蘭能拚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烏克蘭國土廣大對不對 他地大物博 他可以到家跑來跑去 而且北約就在旁邊 源源不絕的北約 而且他們還可以做雇傭兵 可是南海北大的教授 胡波他分析 他說沒有一個代理人 能夠支撐跟大陸的戰爭 除非美國介入 而美國願意介入這麼複雜的 整個東海 南海的情勢嗎 而在這個時刻 大家也看到了 我們台灣先不講 光講日韓跟美國有軍事同盟 問題是日韓也都是民主國家 像韓國這一任總統很親美 可是他們馬上 這個總統也不能連任 再選下一任總統 情況會怎樣 而日本就算非常親美 現在也對大陸很忌憚 可是美國要把它武裝成火藥褲 譬如說在沖繩 現在都引發如此大的反彈 再加上菲律賓 菲律賓大家不要忘了 他的選制也是一樣 他的總統也是不可以連任的 而他總統跟副總統分開選 他現在副總統 是杜特地非常親中的女兒 他已經說了 他下一次他也要去競選總統 所以對美國來講怎麼辦 這些國家 現在都跟他有軍事同盟的 這些情況下怎麼辦 說到台灣 如果台灣真的 單獨的來搞什麼巷戰 你說解放軍用了台灣的 街景如何的 我認為你要真的部署都很正常 就好像我們台灣 現在在部署訓練 你沒有把大陸的一些基地 一些地方做假想敵嗎 一定會 但是會不會真的打 至少北大他們的分析 認為在整個南海來講 短期內要發生代理人的 戰爭的可能性 他認為並不大 我覺得這個也是台灣要留意的發展 是 楊老師你怎麼看 什麼叫代理人戰爭 我幫大家理解一下 或者我們簡單講叫代理人戰略 它其實就是兩個大國的 對抗過程當中 透過第三國去消耗對方大國 這個在歷史上 不是只有20世紀冷戰時期 在過去的歷史上 其實是非常常見 冷戰時期最有名的代理戰爭 就是越戰 那就是蘇聯透過越戰 去消耗美國 你現在看到最典型的代理戰爭 當然就是俄烏戰爭 就是俄烏戰爭 所以代理戰爭 大概分為三類 代理人戰略 第一個是代理戰爭 第二個是代理衝突 第三個是代理分擔 戰爭就很清楚 打起仗來 這個小國跟另外一個大國 對向大國打起仗來 然後衝突你就看到 現在的台海菲律賓 其實就不斷的出現衝突 分擔的意思就是說 代理國其實是分擔到 這個主導大國 它的軍事基地各個方面 你看看就很了解 現在整個美國的戰略體系 這些代理國通常大概跟 這個主導大國 要不然有軍事同盟關係 他才會去打這個仗 對不對 要不然有軍事合作關係 他才會肆無忌憚的就是說 老大在後面支持我 我可以跟旁邊的大國 對向大國去做衝突 但不至於發生戰爭 或者是他得到了一定的 軍事援助 有助於他在國內的 政治的鞏固 必須要不時的做騷擾 不時的做對抗 但是掌控在避免發生 戰爭的這個層面 但這都想得很簡單 因為你這種同盟代理人 或者是牽制代理人 往往不是你自己能夠掌控的 到後來以為你自己 是個投機的這種代理人 可是變成一個愚蠢的代理人 為什麼 因為對向大國會採取軍事行動 經濟制裁 灰色衝突 以上我這樣講下來 你有沒有發覺在台海 在菲律賓完完全全 除了還沒有發生代理戰爭之外 就是這樣的一個模式 因為菲律賓跟美國 有一個相互的防護域條約 但是又不是真的像日韓 跟美國這樣子的一個條約 所以小馬可是沒有那麼足的底氣說 我發生衝突的時候 美國一定會來幫我 你想想看 美國在菲律賓有什麼軍事基地 小小的 那不算 沒有大量的美軍在這邊 他的底氣不夠 所以他想要透過這個仁愛礁 這兩天又是鐵線礁的衝突 來製造一種牽制 來製造說在南海 中國是一個單方面改變 這個秩序的大國 然後讓美國在他的國際秩序上 可以去在話語權上 在一些動作上 在盟邦的團結上 去持續的壓制中國 這是作為菲律賓的代理人角色 什麼東西 代理衝突的角色很重要的 但是他會發現到 這個會不會一旦走過頭 中國大陸可能 當然軍事行動 我們現在知道 應該是不至於 到10次以來的船的插撞 他都是用海警 這一次在鐵線礁 他也都是用 就是說來去驅離的方式 登記 驅離 所以但有一天會不會失去耐心 很難講對不對 或者是接下來會不會有經濟制裁 經濟制裁就會牽扯到 小馬克思他內部的經濟利益的 對不對 你現在看看之前的澳洲 澳洲以為自己跟美國是軍事同盟 所以以前的摩里森 就講話很激烈 大陸就採取了一些軍事上 經濟上的作為 現在慢慢的恢復當中 所以這個是做 你要做一個代理國 你要有一個覺悟 你有沒有真的跟這個大國 有軍事同盟關係 有沒有真的說 你能夠不顧一切 去跟他衝突 你能不能承受這個經濟制裁 或者是軍事行動 或者是灰色衝突 台灣一定要想清楚 是 立將軍怎麼看 現在包括這個巷戰的部分 有可能發生嗎 我跟你講 解放軍有一句話 就仗在哪裡打 兵在哪裡遜 然後這就是準備在揚梅檔 我先跟各位分析 直接在桃園就對了 對 就一定是揚梅 為什麼 因為揚梅你大家知道 旁邊有個叫高山頂 那是一個舊的營區 你從高山頂那個地方 向北邊它就砍制到哪裡 桃園機場 然後前面就是什麼 桃園機場旁邊 就是我們經常講 紅色海灘的營口海灘 我們經常講 就是它登陸海灘 如果說那邊有可以 正規登陸海灘 加上機場的空降 激降來講的話 那揚梅高山頂這邊 阻斷這條路以後 大家要知道往南是哪裡 揚梅高山頂往南就是湖口 湖口我們兩個莊家旅擺在那裡 如果說是我用突襲的方式 佔領了高山頂 整個南北交通要道 全部被切斷 各位可以去揚梅那邊看 包括高速公路 包括台越道道 包括鐵路 然後翻過揚梅高山頂 就是這個小人國以後 對不對 就是到哪裡 就是台三號 所以這個地方是有戰略目標的 當然這個我剛剛講的就是 國三號道也被切斷 國一號道也被切斷 台一號道 鐵路全部被切斷 南部的兩個莊牙旅就上不來了 這叫做把地點阻絕在南部 然後整個地方就變成它一個 很明顯的一個叫做灘頭陣地 包括有機場 包括有正規登陸的海灘 然後還有幾個很重要 包括林口發電廠的港口 它都可以運用 緊接一下我們台北市就危險了 立將軍 你講得這麼明白 洋梅的房價要疊價了 對不對 那個豪原人聽了不是覺得 非常緊張 我們一開始還以為說 他這個點是可能自己 可能搭個看板上去了 原來是有戰略目標的 他就是到這裡來空降突襲 這就是空降突襲 我們講說灘頭陣地 什麼叫灘頭堡 一定你想想看 如果說洋梅高山頂 到旁邊小人國 然後這邊整個切斷來講的話 那是不是就是一個很好一個 攤頭陣地的位置 我向南可以阻絕你南部 來增援的兵力 然後向北邊 我可以慢慢吃你台北市 所以這個地點來講的話 你看看他做出這個東西 可以曉得他不是亂做的 他不是隨便拍張相片就弄出來 所以解放軍講說 仗在哪裡打 我兵就在哪裡練 他仗就準備在陽梅地區打 這是很明顯的一件事情 另外我講說是巴丹島這個事 巴士海峽 我大概前兩個禮拜 美軍那時候跟菲律賓簽約 說是要在巴丹島 幫他蓋這個港口 那時候他是說 萬一台灣有事的話 利用巴丹島把 在我們台灣的菲律賓的飛用 利用巴丹島接回去 那時候我就研判 沒有那麼簡單 這事情絕對沒那麼簡單 因為巴丹島距離台灣 才190公里 然後如果說是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前陣子我們在墾丁地區 有很多的這種雄風飛彈 在那邊做演練 大家在墾丁公園看得很熱鬧 就戰車或者飛彈在那邊跑來跑 其實你知不知道 那雄風飛彈 或者是說雄風 雄山的飛彈 或者天空飛彈的射程 都超過200公里 也就是說美軍在巴丹島 在南邊擺一個巴丹島 擺一個海空的發射陣地 然後我們台灣這邊 在墾丁那邊擺發射陣地 完完全全可以封鎖到巴士海峽 也就是可以徹底把解放軍 他在海南島的 不管前線部隊 或者是他的南海艦隊 完全堵在巴士海峽裡面 這個地區來講的話 那對解放軍來講 他是熟可忍 熟不可忍 你不知道堵在這裡面 那你逼得我非動手不可 所以我們看到什麼 看到上面你那段寫的 解放軍來講的話 他的兩棲陣路線已經出發了 就是說你如果說是 硬要在巴丹島這邊 做這個軍港的話 做軍事用 堵住我的話 那我為了求生存 我一定會有所動作 我認為的動作會在哪裡 第一個就是我們台灣的東沙 你看東沙又對著巴丹島 他如果說拿他東沙 你巴丹島來講的話 我就必須從這裡進出 這個是雙方在 我們像棋來講都知道 你卡到我的要點 我就想辦法要解決 這個我進出的通道 所以我覺得美軍來講 他現在也知道說 這個知識體大 在這個地方 如果說你硬要去站的話 堵住他的路 最後他就非跟你動手不可 所以現在來講 很明顯就美軍認慫了 就是我就不在這邊建軍港 完全用山港的名義 用山港 美軍不在進入 我覺得是在給美軍 自己找一個台階下來 不在這邊做軍港 免得對解放軍來講 威脅性太大 那會插槍走火的 是 好 休息一下廣告後來 繼續討論 講得太明顯